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8号,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动态。 在开始今天的新闻之前,别忘了帮我们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每天早上就能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消息。 现在,让我们快速带您浏览今天的五则新闻重点。 第一则新闻,我们要探讨制造业在人工智慧,I,方面的投资热潮。 一份来自英国的最新报告显示,I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还能推动创新与预测性维护,成为制造业者的关键策略之一。 第二则新闻,来自EMAC的新一代整合制造解决方案。 这套定制化的机器人应用系统,不仅加速了零件流动,还展示了模组化设计在现代制造中的灵活与高效。 第三则新闻,我们将深入威尔士制造业的数位化转型,看看科技如何透过IoTi和增材制造,为当地制造业注入新的动能,提升竞争力。 第四则新闻,介绍Toyota法国制造厂的压注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结合了高精度与高效率,展示了自动化技术如何在多品种生产中保持灵活性与稳定性。 最后一则新闻,我们将聚焦陶瓷3D列印领域的创新工具SERIA,由3D CERAM推出的这款AI工具如何结合SLA技术,提升陶瓷增材制造的效率与精度,改变了高端制造的游戏规则。 以上是今天的五则新闻重点,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进入详细的报道。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要探讨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根据最新报告,制造业正计划大幅增加在人工智慧、I方面的投资。 近期,英国制造业组织Make UK与Autodesk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制造业者对I技术的兴趣与日剧增。 报告显示,78%的企业领袖认为I将提升他们的产业,79%的人相信I会使他们的行业变得更具创造力。 那么,为什么制造业对I的投入如此热衷呢? 首先,I技术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透过自动化流程,企业可以减少人为错误,提升产品品质,并缩短生产周期。 此外,I还能协助企业进行预测性维护,提前发现设备故障,避免生产中断,节省维护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I在制造业的应用不仅限于生产线,在研发领域,I可以加速产品开发,进行市场研究和测试,显著降低成本并缩短上市时间。 然而,推动AI技术的应用并非没有挑战,许多企业面临技能短缺的问题,缺乏具备爱专业知识的员工。 此外,对于AI技术的投资回报率仍存在疑虑,特别是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 因此,企业需要制定明确的策略,确保AI技术的成功实施。 各位听众朋友,您所在的企业是否也在考虑引入I技术呢? 您认为I能为您的业务带来哪些改变? 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和经验。 总结来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I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前景广阔, 企业若能有效地利用AI技术,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显著的优势。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重点技术创新来自EMAP的新一代整合制造解决方案, 特别是其定制化机器人应用在生产中的实现方式,EMAP以其领先的自动化解决方案闻名。 而这次,他们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整体解决方案。 其核心是通过精确的机器人配置来加速零件的流动。 这些机器人不仅可以执行繁重的工作,还能与其他设备无缝对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EMAP的机器人应用注重模组化设计,这意味着工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灵活部署。 无论是简单的物料搬运,还是更复杂的生产步骤协调,这些机器人都能应付自如。 此外,这套系统还具有高度的扩展性,适用于不同规模的企业。 其中的亮点功能包括,快速零件流动,机器人可以确保零件在各个生产阶段快速流转,缩短生产周期。 智能整合,系统能与多种加工设备配合工作,形成一个高效的自动化生态。 稳定性与精度,机器人的稳定性和精确性显著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错误率,保证产品质量。 实际应用如何? EMAP已经在许多制造场景中成功部署这套解决方案。 例如,汽车零部件加工领域就广泛采用了其机器人应用,实现了高效的自动化操作。 同时,这也减少了对人力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整体成本效益。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也希望您的工厂能引入类似的高效自动化解决方案呢? 还是您对机器人在工业中的应用有其他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 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将聚焦威尔士制造业,探讨科技如何为其注入新动力。 威尔士的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面对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快速变化,传统制造模式已难以维持竞争力。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威尔士的制造企业正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并推动创新。 首先,数位化转型是关键。 透过引入物联网、IoT、技术,企业能够及时监控生产设备的运行情况,预测可能的故障,从而减少停机时间,提升生产效率。 此外,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让企业能够深入了解生产流程中的瓶颈,进而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 其次,人工智慧、AI和机器学习的应用,为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契机。 透过I技术,企业可以自动化质量检测流程,迅速识别产品缺陷,确保产品品质的一致性。 同时,机器学习演算法的引入,让生产设备能够自我调整,适应不同的生产需求,提升生产灵活性。 再者,增材制造技术,即3D列印,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 这项技术使企业能够快速制作原型,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并且在小批量生产中具有成本优势。 特别是在航空、航太和医疗器械等高精度领域,3D列印展现了巨大的潜力。 然而,技术的引入并非一蹴而就,企业需要投入资金和时间进行员工培训,确保新技术的有效实施。 同时,与学术机构的合作也至关重要,透过产学合作,企业可以获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转化为实际应用,保持技术领先。 总而言之,科技为威尔士制造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透过数位化转型、人工智慧、增材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提升竞争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威尔士制造业有望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对于科技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有何看法? 您认为哪些技术最能改变未来的制造模式?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见解。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我们将聚焦Toyota在法国的先进制造厂,特别是他们的压住生产线如何在速度与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带来生产效率的突破性提升。 位于法国的工厂,是一座集环保、清洁与金石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制造厂,专门生产Yaris及Yaris Cross等热销车型。 这里的一个亮点便是压住生产线,每天加工300吨钢材,生产87种不同的零件。 让我们来看看这条生产线的核心设计,由瑞典AP&T公司负责的压住设备。 不仅速度惊人,每分钟可以完成25次冲压,更能保证正负0.1毫米的精度。 这意味着即使模具上有一颗灰尘,都可能导致零件出现缺陷。 为了应对多样化生产需求,这套系统还采用了自动化设计。 其中,Speed Feeder四伏驱动加持器可以自动更换产品程序,而无需实际更换加持器。 大幅缩短了切换时间,从传统的几分钟缩短至180秒内。 这种灵活性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应对多品种生产具有极大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这些设备在工厂非生产时段完成安装,仅用三周时间就实现了与现有生产线的无缝整合,并立即达成高可靠性与高生产力目标,让人印象深刻。 当然,Toyota工厂的自动化不仅仅局限于压住生产线,整个车身车间的自动化程度高达98%,共有600台机器人同时协作,完成焊接与组装。 每辆Yaris需要经过3850个焊接点处理,这些技术都显示出Toyota对于自动化与高效生产的不懈追求。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也对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感到兴奋? 您认为这些技术能否被应用到其他产业中,带来同样的效率提升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见解。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为大家介绍陶瓷3D列印技术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来自3D CERAM的新一代I工具Serial。 这款工具正引领陶瓷增材制造进入全新的效率与精度时代。 陶瓷材料在制造领域中以其高硬度、耐高温和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广受青睐。 尤其在航空、国防和半导体等高端应用领域。 然而,这些行业对零件的精密度和大规模生产要求极高。 而3D CERAM的Serial工具正是为解决这些挑战而设计的Serial系统包括两个核心模组。 分别是Serial Set和Serial Life。 首先,Serial Set可以根据每个项目自动优化打印参数,从设计到生产全程无缝对接,帮助用户最大化生产效率与精度。 其次,Serial Life则提供实时的生产监控与调整,确保打印流程不间断,避免浪费材料与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利用了立体光刻、SLA技术,结合自动化操作,实现了大规模技术陶瓷的生产。 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生产速度,也满足了工业及应用的复杂需求。 3D CERAM表示,Serial的推出不仅旨在提升效率与品质,更是为用户降低运营成本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前,Serial已经被应用于多个高技术行业,展示了其在陶瓷增财制造领域的强大潜力。 最后,这款系统在近期的Form Next展会上首次亮相,吸引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对于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不妨关注3D CERAM的最新动态,了解这项技术如何改变陶瓷3D列印的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对这样的创新技术感兴趣呢? 您认为I与3D列印的结合能否解决更多制造业的挑战? 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分享您的想法。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